我想好好顧顧一定最感同身受 又再度出現女兒事件 對 其實坦白講 這個案件 我覺得真的 荒腔中擺的地方非常的多 你看看這個兒福聯盟 我先講一段 這個凱凱她是3月6號檢察官 開出來死亡證明 開出來死亡證明之後 這個簡先生 禮儀公司有一個簡先生 善心人 她幫這個凱凱 就她接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然後她就去幫凱凱 3月8號接到消息之後 她3月8號就去招魂 去到那個保姆家 很晚了 招了魂 10號幫這個凱凱辦後事 所有的錢都是她付的 甚至還幫凱凱 弄了一個比較大的關目 因為裡面想要給她一些玩意 禮儀公司自己付的 自己付的 我跟你講我聽到這個 我非常生氣 我還特別跟這個姊先生聯絡 她說不用沒關係啦 那個反正我就做了就做了 我說可是外面現在有人在講說 你很早就知道你為什麼都不講 他3月8號才接到人家說 可不可以幫小天使 是這樣子 他來幫忙 然後我聽完這一整段之後 我最生氣的是什麼 俄福聯盟你從這個事情爆出來之後 然後 你們人家弄了這個靈堂有沒有 俄福聯盟沒有去 俄福聯盟沒有去 一毛錢都沒有出 連去都沒有去 你明明看到新聞出來 對沒錯 你明明知道說人家辦了後事 不是還PO了網嗎 當然後來的 他就捨不得小孩 他們PO了網 然後那個FB被砍掉 帳號沒有了 你知道嗎 小蝦米 這個到底後面是誰在搞他 誰也不知道 可能那個背後是臉大吧 我在想 那這個東西呢 我今天我是俄福聯盟 坦白講 我覺得真的很沒有良心 也沒有態度 你不是覺得你們很抱歉嗎 孩子因為在你們那裡 然後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你的態度要有離公司辦了以後 我是俄福聯盟的長官 我一定去那邊 多少錢我們來出 謝謝你幫忙 是不是 沒有 完全沒有 至少你要送這個孩子 最後一程 對 連一毛都沒有 也連出來見都沒有 人家禮儀公司是說 不用啦 不用他們出 我就替這個可憐的孩子 盡點心意 好 你看看 到現在還是這種情形 再講 我說二福聯盟 這次真的讓我很生氣 我其實我從來不愛批評 同樣公益組織 3月12號的時候 他們的高層還在那邊 你知道 極力的切割 社工你要勇敢的站出來 去面對 你要勇敢 該面對的是兒福聯盟吧 3月13號 那個時候就做了什麼 昨天不是又寫了一個說 什麼社工善靠 就是靠住了所有人的 這個社工的整個 他們的心都很糾結 怎麼樣很難過 靠住所有社工的集體 創傷 對 什麼創傷 什麼鬼的 講了一大堆 反正五四三講一堆 我看到那個我就覺得說 欸 你們那個兒福聯盟的高層 是不是那個 這個人格分裂 怎麼會前一天 極力切割要自保 隔一天 唯衛就造 那他現在是什麼 唯涉案社工 就兒福聯盟 是不是這樣子 你完全就是一下子這樣 一下那樣 這個表現真的荒腔走板 這麼大的組織 我覺得他們就是已經 現在我就全台灣最大的兒童組織 反正 我就是這樣 不然你是要怎麼辦 你看他那個執行長講話 坦白講 就是 我就這樣啊 你問一百次 我講一百次 你也是 而且昨天我們也拋轟啊 網友也是 很扯啊 執行長 小孩掉四顆牙齒 記得在問這個問題說 你笑什麼 對 你不哭了 不應該 你又笑什麼 對 然後還一副 就是你知道 不耐 那他還說 我會勸這個社工要勇敢面對 對啊 該面對的是哪 懂啊 他真的實在是哪 我跟你講 問他有沒有領薪水啊 他們的高層 我都不知道 我都真的不知道 不然這種當事長 我實在是擋不住 他們董事長不知道有沒有薪水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的財報也沒那麼透明 我們協會理事長 是沒有薪水的啦 執行長是一定有的 可是那個執行長 有夠量 我不知道這個當事長有領薪水 沒有領薪水 不然要查一下 真的 我覺得他們那個 就是彎腰鞠躬 可是你又是那種 好像不痛不癢 有沒有一點點廉恥 想要檢討的那個態度啊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 爾夫聯盟到底一年拿我們多少預算 因為他很多 因為到現在我們真的有點 捕薩薩 因為他有捐款 然後有標案 就是他有投標 然後是不是也有政府的補助 我們真的捕薩薩 因為這種公益團體有時候財報 是非常不透明的 菁姐聽到這樣 以現有的公開資訊 爾夫聯盟一年大概接近百分之二十 大概十八十九趴的預算 來自於是公部門 那舉臺北市為例 臺北市因為委託他很多案子 一年大概給他 大概一億元 是 兩億多啦 許淑華說一億多啦 一億 總共我記得將近兩億 他說將近一億啦 公共台北市 公共台北市 那因為有些新北啊 其他縣市的案子 公共台北市就一億啦 總共將近兩億多啦 一年 就拿政府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像這樣子的非營利組織 多數其實是每年的錢 百分之八九十是 人家捐款還是都支出的 但是他其實每年支出的金額 大概只用一半嘛 大概四成多塊 五成 所以導致的結果就是 他的財產越來越多啦 我們這也是跟捐款者 一開始相反不一樣 很多人覺得捐是幫忙孩子 結果捐了你每年 捐你十塊可以剩五塊 那我捐你幹嘛 這個也是制度面很大的問題 好 真的讓人覺得很怒 來醫生 尤其他推給社工 當然社工有社工的責任 但是我要講社工的薪水 才從三萬七起跳一個社工 他們要負責十五個案 他們說兒福的小編薪薪水 比社工高 我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一個這樣的公益單位 特別是要照顧小孩子的公益單位 社工才是最重要的 對 社工因為他所有的案件 都是社工在照顧 一個社工要負責十五個個案 二十五個個案 他們不只是要照顧這十五個個案 他們要寫報告 要開會 要辦活動 都是社工在做 然後薪水三萬七起跳 最高到 最重要的是他要付出愛心 照顧孩子嘛 重點來了嘛 那小編是在媒體上 在網路上在做媒宣的嘛 社福 兒福聯盟 甚至都可以有錢到去瑞光路 買房子的時候 即使薪資那麼不高 你說平均薪資不高 那你可以聘多一點 不要一個人負責十五個案件嘛 社工在這麼疲勞的狀況下 他怎麼可能好好的去照顧 每一個個案 這個社工我要講 特別是這個社工 他本來是臺大法律系 可以考上 他是因為對於說 這些弱勢的家庭 弱勢的小孩 有他的愛心存在 所以他去考 他不去考律師 不去考法律系 不去念法律系 而去跑去念社會系 我們的社工組 我以前社會系社會學組 他是社工組 都台大的 那這樣一個小孩 你現在幫他戴手銬 走進地檢署的時候 讓他戴手銬 你讓所有的社工有多寒心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社工界 真的不忍了 全部跳出來說 整個國家的制度是怎麼了 這些所謂的掛著社福團體 募了那麼多的錢 你們到底為台灣的社工 做了哪些事情 那如果兒福聯盟沒錢 我沒話說 他們有那麼多錢存在銀行裡 而他們只花一半 讓他社工領三萬多 小便領的比社工多 讓他社工人數又不夠 對 所以社工 所以數個個案 你說你的社工可以照顧到哪裡去 所以他人家家屬 他們有定期的巡訪 所以每個社工就變成官僚化 如果我不做多了一些愛心 我自己就會很疲累 他自己都有身心狀況的問題 所以每一個社工 在這麼疲累有身心狀況問題下 他只能應付了事嘛 所以為什麼家長 他就馬上把之前的資料 就回給人家 而不是再去看一次嘛 因為他們就所有的東西 就變成按照規定 我就一個月去看一次 而不會去多付出他的愛心 這個就是制度殺人的 最重要的一個案例嘛 這個一碼歸一碼 就是說這一次被北檢 因為他30萬交保的社工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 在他執行職務的過程當中 有出現現在 因為現在檢方用的罪名 叫做衛造文書 跟這個所謂的過失殺人 這是兩件事 這是兩件事情 就這一塊要檢方去澄清 那回來看 你剛剛提到說俄福聯盟 現在因為過去 你看這一次為什麼大家 通通就講說 我不行 我捐款我要收回來 我不要捐給你 因為很簡單 他的支出的比例上面 其實有非常大的落差 111年度的財務報告 總資產是45.9億 剛剛提到說 他最重要是要為兒童謀福利 你看他那個slogan 當時79年成立兒福聯盟的時候 就是林志佳他們去搞出來的 什麼讓孩童開心玩 那個最早前生 他一直在做這個 所以林志佳為什麼做董事長 因為他從一開始創立 就一直走到今天為止 可是當你今天收了這麼多捐款 你的總資產是45.9億 差不多46億 用在人事費用多少 你知道嗎 兩億 那你告訴我 你其他的東西拿去做什麼 是不是拿去買大龍買什麼 這是一件 而福聯盟不是一個靠人要推動的愛心 對嘛 今天這件事情 有沒有人怎麼推動這些愛心 今天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有些人認為社工要負很大責任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今天的這個案主他只有一歲而已 一歲他唯一對外窗口表達的 其實就是這個社工 因為其他的我們沒有這個機會 我跟你講我們家以前也做計量家庭 但我們家收的是這種比較大的 因為他會來看你家庭環境 因為有些這個需要被安置的不是 有些是家庭成員裡面 可能會有三四個 那在安置的過程 他還是希望以整個家庭為單位來安置 所以我們家其實不是安置這種幼小嬰兒的 就一個的那一種我們是我們不收 我們沒有收 但我們會轉過來都是這一種 所以我們這一種 其實我們很清楚知道 他的規定跟制度 他該怎麼去走 所以我跟你講就社工這是一塊 可是回到他的制度面裡面 如果你的資產有這麼多 你收了這麼多的錢 而你用在人事費用是兩億 還被包含到就你剛剛所提到的是 還有小編 我跟你講因為很簡單 宣傳很重要 如果沒有宣傳 如果沒有這些美編 誰幫我弄這些東西去 去叫大家捐錢給我 所以核心價值就變了 那很大一塊就來自於是 比照顧孩子重要嗎 這就是重點 這就是重點 今天社工有他的不滿 來自於他的這個結構性的狀況 那兒福用這種薪水 或是怎樣 那是兒福跟社工之類的狀況 可是當兒福今天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的主業到底是在幹嘛 你不是應該去照顧這個孩童 因為這個孩童 其實你們成立這個單位裡面之後 你們告訴大家 因為有這個單位才可以讓這些 需要受到照顧的兒童 受到照顧 還是你成立了這個單位之後 這些所謂需要照顧的兒童 只是變成你們手中 我講更難聽一點 叫做工具 你透過因為我告訴大家 我要照顧他們 就像有人講 我要照顧流浪動物或要幹嘛的 然後想盡辦法叫大家捐款回來 結果你就會發現到 真正在幫你實質 從事照顧的這一切 他從這裡面得到多少東西 沒有 得到的是什麼 是你這個機構 是你這個單位 拿到的是你現在 後來去買的這個房子 在那個資格當中 ? 這張照顧 你這張照顧